自我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概念了 今天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自我 又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 是个体对其存在状态的认知 包括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 我们最容易迷失的心理学概念 就是自我这一块 我们常常的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很清晰的知道 甚至接触一些医疗手段、科技手段 我能知道我的生理状态 我能初步的判断出来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人际关系处理的好不好 我与谁有没有仇 跟他是不是是谈得来 但是心理状态和社会角色是我们很难认知得到的 心理状态不仅仅是指你今天心烦了 今天你闹心了 今天你愤怒了 而是指更深入的你心烦的原因 你闹心的原因 你愤怒的原因 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别人没有事 你却会愤怒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别人都很心烦 但是我却安然自得 这都是我们内部底层的心理架构 所以说心理状态是我们很难认知得到的 但是我们通过心理学的这样的学习 就是要认清我们的心理状态 社会角色刚刚讲完 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认知 对他人的认知 以及对他人对自己的认知的认知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看清自我 就要向内去探求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像我之前跟大家讲冰山的时候 举的那个例子 我那一刻对那个人非常的愤怒 我感觉我非常的有力量 但是走完冰山之后 我发现了我是因为无力 我是因为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力 感觉到了自己在那一刻的落小 所以才用这种愤怒来增加我的力量 这是对自己一个很透彻的一个认知 然后社会角色 刚才我讲如何扮演好一个社会角色 如何让你的社会角色成功 是与你的认知和你的潜意识层面的认知 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的 首先我刚才讲 我拿我女儿作例子讲了 我作为一个父亲角色的时候 我开始的是失败的 因为我更多的是用控制和简单的 粗暴的手段来完成我这个角色扮演 那么当我的头脑第一个认知 我知道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时候 我发生了这个角色内的冲突 一方面我的认知告诉我 不应该对女儿控制 不应该对女儿如此简单粗暴 那么另一方面 因为我潜意识的原因 因为以后跟大家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我又没有办法不去控制 没有办法不去简单粗暴 这个时候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是只知道简单粗暴 可控制的时候 父亲的角色失败了 第二个 我知道了不应该控制 不应该简单粗暴的时候 当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的父亲的角色仍然是失败的 第三步到现在为止 我基本上能做到了不控制 不简单不主报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 比较成功的 比较完美的 扮演好了我的一个父亲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 所以说你对社会角色的认知 是你转变你社会角色的开始 这些是哪来的 需要通过学习 通过交流 通过交流 通过自我的这种重新构建和改变 而得来的 所以说自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际关系能看到 我们的生理状态我们能看到 但是我们要真正的直到自我 塑造一个完整的自我 我们还要对心理状态 进行运质和调整 我们还要对我们的社会角色 进行运质和调整 而且心理状态的调整的 这个成功和深度 以及是否到位 直接决定了你能没 你有没有能力去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自我的结构 八到三岁的时候 生理自我的建设 这个时候 弗洛伊德有一个动誉理论 八到三岁的时候 基本是属于口语期到肛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我举了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 正好是口语期 我们嘴嘛 然后肛门期 从进入到排泄的一个过程 正好是孩子对自己身体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开始学会了如何去动作 学会了如何去交流 学会了对自己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认知 我是由什么样组成的 这个胳膊这个腿都是我的 我能够自由的支配他们 这是身体自我的这样的物质自我 其实物质大脑 就是身体大脑 包括大脑在内它都是物质的 但是大脑内这种神经的作用 通过化学这种作用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反应 那个叫做精神的 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有的时候我会用物质的事情来代表 这个一些东西 包括大脑在内 也会用精神的来表示一些东西 那就是我们所产生的大脑的活动 社会自我的建立 刚才我刚才说到了 社会如何看待个体 同时被个体认识到的成年 这句话说的有点简单了 刚才我说到了 就是个小孩会根据社会对自己的期待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社会自我建立的时候 他就会去体验 首先体验社会如何看待我 同时我 同时这种看待这种期待 又被我认识到的成年 在这两个基础之上 他开始构建社会的自我 来满足社会对自我的要求 社会如何看待自我 最早的时候三岁吧 三岁的时候 社会如何看待自我 就是父母如何看待自我 父母如何看待自我 会同时被我认识到之后 我才会按照这种方式 来调整我的社会自我的形成 父母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 我会带着一个 我在家庭当中得到的这种认知 而形成的这种方式 我会带着这种 在家庭当中已经形成的这种 这种初步的自我 来到学校 来到学校去进行一个 更深入的社会自我的 这样的一个形成 所以说还是回到这点上来 就是家庭 六岁之前的家庭 十八岁之前的家庭 对一个孩子是多么的重要 物质自我 社会自我的开始建立 以逐步的建立 然后心理自我 心理自我的建立是 青春期到成年之间 这个时候 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了 开始用自己的思维方式 去感知外界的一些东西了 这个时候 他的态度和信念 价值观等人格的特征 开始逐渐的形成了 但是但是 他的思维方式 他用什么方式去思维 他用什么方式来看待自我 他的基础在哪呢 还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社会 给到他的一个最初的期待 他就会向那个期待方向去发展 所以说 物质自我 只要是一个 全虚全蚝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而且每一个家长都不会跟孩子说 你太丑了 你是个丑八怪 很少这样的家长 这个物质自我 是非常非常容易顺利建立起来的 这个社会自我 所以说我就标了一个核心 这个社会自我 是自我建立的一个核心 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思维方式 后期对这个心理自我建设的这个思维方式的基础 就来自于社会自我的这种建立 而且社会自我最初的建立 就来自于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和评价 而被孩子感知到的那一部分 你心里面觉得这个孩子老好了 特别的好 你不说出来白费 所以说别吝啬对孩子的这种夸奖 也别吝啬对孩子某些社会行为的要求和约束 以后会跟大家分享到如何有效的对孩子进行表扬 如何能够在不控制的基础上 做到对孩子的行为层面的这种规范 自我身份与自尊 自我的结构还有个理想的自我 个体期待成为怎样的人 这种理想它同样是构建在社会自我之上的 反思的自我 同样构建在社会自我之上的 而且反思的自我是一项能力 没有一个全面的社会自我的构成 是产生不了一个 带有反思要素的这种思维方式的 所以反思的自我 很少有人去 比如说很少有人有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去反思 比方之前的我一样认为我做的就是足够正确的 当结果不好的时候 如果是你的原因跟我没有关系 很少去反思自己 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这是我加进来的 这是之前讲 这个在书上的话 是前面进行的 后来我给加到这个自我的结构当中去了 叫做主我 克我和敬我 我们最容易迷失的就是主我这一部分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主我是什么 认识的主体 自我的动力部分 克我叫认识的对象 关于自己的所有知识与信念 敬我他人的态度 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影响 有一句话很生动的 就这个主我克我和敬我解释清楚 就是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这个我在讲课的时候 常常用这句话去给大家举例子 让大家分清一下什么是自我 什么是主我 什么是克我 什么是敬我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很多人会说我是主我 然后自卑的人是克我 那敬我哪去了 然后又有人说这个我是主我 然后自卑的人是克我 那敬我 自卑的人是敬我 那克我又没了 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容易把自我进行迷失的一种体现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这上面是由 主语是什么 是我 是是位语 然后宾语是自卑的人 我们大家为什么会迷失自我呢 我们只看到了这句话 而忘掉了说这句话的人 就是 主我就是说这句话的人 那个是主我 克我 是他对我 就是说出来那个话的我的评价 敬我是形成的他人对各 他人的态度 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影响 正是他人的态度让我感知到了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这些没有版书是很容易蒙的 大家知道 说话的那个人 是主我 然后说出来的这句话当中的那个我 是克我 然后对我的评判是敬我 大家知道这一点啊 就是对自我的迷失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往往往会忽略了这句话是我说的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往往会把我给丢掉啊 我们在做团讯的时候也好 在做这个个体咨询做聊的时候 那个个体咨询的时候也好啊 我常会有一个 有一个技术啊 就是有一个项目让大家认知到自我 你带了一堆人去处于旅游啊 然后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在你在这个这一堆人当中去选出来 十个你认为重要的人啊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吧 这个团训也好 来访者也好 在写这个认为重要人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写出来之后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没有写我这个字 大家理解吧 你认为重要的人当中是没有我的 因为他是把自己排 吃到了这个群体之外 但我最开始给你的情境是 你带领一堆人出去旅游啊 对吧 就是我们往往往往往在这个对外界的感知当中 是忽把我们自己给忽略了掉了啊 这种心理心理形成的极致呢 以后在咨询心理的时候跟大家去讨论啊 所以说自我自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我们在做心理咨询也好 在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 首先第一步就是对自我的塑造 让你找到你迷失的那一部分 让你感知到你所感知不到的那一部分啊 自我概念的这个功能啊 保持个体内在的一致性啊 个体对自己的看法是个体行为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关键 并通过内在的一致性来引导个体的行为啊 两个方面去讲 第一个啊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往往来自于哪啊 往往来自于他人的评判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来自于他人的评判 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人的评判来 来产生自己的行为来顺应他人的评判 使我们更好地去融入到社会活动当中去啊 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这是就是对自我迷失的 对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最开始接触到的他人 就是我们的父母 那么我们知道在小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是有绝对的服从忠诚和崇拜感 所以说我们会把对父母的这种对他人的投射 在我们真正的走到社会当中 不论你是教会员也好 还是在这个学校也好 走上工作岗面也好 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这种投射 投射到真正的他人的身上 大家理解吧 这个时候我们最初的心理对自我的认知啊 我们最初的对自我的社会自我形成的认知 我们三岁之间来自于哪 来自于父母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说呢 我们就决定就习惯了这种啊 对自我认知的方式 而忽略了自己的态度 信念价值观的建立啊 而忽略了心理自我的这样的感知 所以说我们习惯了通过他人的评判 来评判我们自己 习惯了通过他人的帮助 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 这就是个体对自己的看法 稳定性和一致性 其实不是对你 我们所感知到的自我 其实是别人对我们的评判 其实是敬我 大家理解吧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一致性呢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 于是在社会的融入当中 其实是我们是迷失了自我的 这就需要我们把自己从那种迷失当中去抽离出来 重新塑造一个真正的自我 我们丢掉小的时候 对他人的那种 这个他人口号后面是父母 得那种盲目的崇拜 信任和忠诚 用一个成人的身份 用一个成人的视觉 重新看待自己 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自我 那个时候你内外在的一致的时候 才是你真正内外在的一致 不然的话 你的内在 来自于他人 你的外在表现的是迎合他人 大家理解吧 所以说这个体 自我概念的功能 第一个 我要有真正自我的时候 我才能有一个稳定和一致的行为 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 我只会从他人当作一面镜子 得出来一个近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内外在是不一致的 很多的吸引冲突就是如此产生的 经验解释 自我概念的不同 形成不同的视角和看法 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经验 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咨询师的思维和普通人的思维 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经验 就是现在我们学的理论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 对这种经验的解释 就是我说的 我们所要建立起来的 那种咨询师方式的思维架构 决定期待 在不同的情境中 个体对事物的期待 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与对自己的期待 均来自于个体的自我概念 就花开绕了 并产生行动的动机和方向 这最简单一个例子 那个是叫灰姑娘 对 不同的情境当中 灰姑娘在厨房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后姑娘 对就是就是一个这个拖油瓶 就是一个拖油瓶 就是一个女佣 就是一个被她继母和继 那个那个两个姐姐 所欺负的一个无力的小女儿 在这种情境下 但当她换上了这些 这高贵的公主的服装 坐上了那个高贵的马车 来到这个宫殿的时候 面对王子的时候 在那个情境当中 她就成为了一个公主 所以说不同的情境下 会让自我产生对自我不同的解释 行为 形成为两个完全不相同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产生的不相同的行为和 行为的动机的方向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不同的情境当中 我们保持清醒 我们保持个体内在的一致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这个对自我 对自己的行为 产生这样的一致性 不再因为情境 而引发起我们行为的变化 引发起我们内在的变化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身份 社会地位和促进地位的自我认同 所以说它包括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地位的身份 个体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 相对稳定 是身份的主体 我是一个领导 我是一个经理 我就是对我这样的一个身份认知 我对我的身份认知 和我对这个身份的解释 会处罚我 会处罚我的行为方式 及相应的心理状态 我看看啊 这是我改名 这个是第几个 所以说身份 决定了我的社会角色 我有这样的身份 我就会采取这样的行为方式 和心理状态 当我是一个领导的时候 我面对我下属的时候 我会有这个指挥 或者是命令的行为方式 会有一种这个高高在上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或者很很有优越感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 但是我是一个忠诚干部 当我碰到这个我的上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身份 变成了一名下属 这个时候我的行为方式是服从 是顺从 然后我的心理状态呢 就是略低一些了 大家理解吧 所以身份决定了你的角色的扮演 然后你对这种身份的理解 决定了你对身份 你对这种角色扮演的程度 和角色扮演的成功与否 促进身份 个体的处境地位的自我认同 这个是易变的 现在我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是顺境 是逆境 是好的一个情境 还是差的一个情境 带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这个是比较容易变的 但地位的身份 是比较稳定的 是身份的主体 身份的特点 简单讲一下 客观性 他人及公众的认同 我们可以看到了 身份是哪来的 是别人给的 对不对 是别人给的 我的身份 是需要经过 他人的认同的 他人如何认同我的身份呢 就是我的角色扮演 是否成功 主观性 自我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 因为身份是外显的 它是很容易 对我们的自我产生影响的 多重性 个体在社会当中 都有一个以上的身份及处境 儿子 一转眼 在我女儿面前 我又是爸爸 一到单位 我又是领导 然后坐在这个电脑前 我又是一个老师 这不同的身份 促使我在这个不同的身份当中 用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 去诠释我这样的一个角色 稳定性 身心健康与行为一致性的保障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自我 就有这一部分 契约性 履行身份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是有一个理解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 契约性 我是一个父亲的时候 我的义务是什么 抚养我的女儿 成长 长大成人 那我的权利是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权利 我的权利就是享受我女儿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对她的权利 真的 如果你因为控制就是你的权利的话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行为上和角色扮演上的一个偏差了 义务我们很好理解 我这就是在这个身份下 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权利 因为权利的理解的偏差 会导致你身份对身份认知的偏差 同样会导致你对这个角色 社会角色扮演的失败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权利这个方面去 去多做理解 像这个前一阵 我们 这个 吵得沸沸扬扬的 县委书记给这个 县政府的那个 那个那个办公室主任 以在当众食堂 在食堂里给这个办公室主任一个大脸霸了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份所带来权利 认知的偏差 后来闹得沸沸扬扬 他也被撤职了 就没有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 对身份的认知的偏差导致了他没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 社会角色 自尊 自我身份与自尊 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 我对我好的评价 有好的评价 我就有个高的自尊 对我有个不好的评价 我有个低的自尊 但是过高的自尊 就是由于我对我自己 我的评价有点过高 所以说过高的自尊 你是经不起现实的检验的 因为你除了一个自我评价之外 还有一个他人的评价 包括对成就优势与自信的欲望 及对名誉 知非地位 赞赏的欲望 这个地方 我特意把这个公式写上了 这个公式我们就对 这个自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 自尊等于什么 等于成功处以报复 就是自尊与成功成正比 与报复成反比 当你达到一定成就的时候 你的报复越大 你的自尊心就越低 当你的报复是一定的时候 你取得越高的成就 你的自尊心就越强 成功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很难的 比较费心的 那么在成功一定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自尊状态呢 降低你的报复 降低你的期待 这是要给大家讲的 所以说我们对一些来访者 或者对自己自尊心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又不 没有办法去 这个有效的调整他能力的时候 我们通过调整他的报复 他的期待 来满足他的自尊 这是我们可以运用的一种技术手段 社会知觉 很多这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是会以这个 个体心理学的概念相重复的 好比说这个社会知觉 社会知觉 那我们个体心理学 就会有一个知觉的概念 知觉大家还记得不 什么叫知觉 就对事物本子和内在联系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个苹果 我们感觉苹果是什么呢 是感觉的时候是片面的 我们可以感觉到苹果是颜色 可以感觉到苹果的口感 可以感觉到苹果的形状 但是上次到知觉的层面的时候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感觉的要素 结合在一起 并加以联系 所以说 知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整体反应 是人将感觉获得的信息 加以加工和解释 形成对客观事物完整印象的过程 刚才我讲的苹果那个例子 对自然信息所形成的知觉 知觉是物知觉 这个是有错字 对自然信息所形成的知觉 是物知觉 对社会信息所形成的知觉 就叫做社会知觉 那社会知觉是什么组成的 自己他人 还有自己和他人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所以说 这个社会知觉是什么 就是对自己 与他人之间互动关系的 那样的一个认知的过程 社会知觉 既包括对人的外部特征和人格特征的知觉 又包括人际关系的知觉 及对行为原理的原因的推理 判断与解释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实这个很简单了 对人的外部特征 这是什么 就是在这是物知觉 对吧 人格特征的知觉 也是物知觉 就心理特征的那个知觉 又包括人际关系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社会知觉当中来了 人际关系 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他人与他人的关系 以及行为原因的最重要的 行为原因的推理判断与解释 他们为什么反我呀 我为什么融入不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呀 这个时候的解释对你非常重要 因为你融入不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去 是有一定原因的 你必须找到真正的原因 并加以真正的解决 你才能够融入到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来 但是啊 我们这个计划是中性的啊 推理判断与解释可能是正确的 有很大的可能 它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对社会知觉 是基于这种错误的推理判断与解释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社会知觉 同时让我们产生错误的社会行为 同时让我们得到了一个与我们所先期预先愿望的啊 那种得到的回报而不相同的回报 这个时候会对我们的心理 对我们的对社会的感知造成重大影响 所以说一切的一切理论都是很多理论都是中性的啊 如何让他们把它们落实到这个正确正确的方面啊 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再深层的理论基础去对它进行解释的啊 这个地方呢 原因的推理判断与解释 就与你的人格系统有直接的关系 之前我们讲了那个社会心理学的时候 最开始我们在讲那个社会心理学发展解释的时候说了 这个有一个是这个那个辩证的这段阶段的时候 对人性的讨论啊 人性是善还是恶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对外界感觉到安全的时候 你就会体现出善的一面 你对外界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 你就会体现出恶的一面 当我们体现出善的一面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人格系统的人格特征了啊 我们就会推理出基于善的推理判断和解释 当我们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基于我们的恶的人格 得出一个恶的推理判断与解释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很多理论是中性的啊 我们要加以辩解啊 推理判断与解释 非常中性的三个词 在前面会加上他的副词 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社会知觉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活动 人的社会化过程和人的社会动机 社会态度 社会行为的发生都以社会知觉为基础 这句话就是社会知觉的重要性啊 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一个正确的推理判断和解释 你就会产生 刚才我说了 正确的社会动机态度 社会行为 你一个错误的判断 推理与解释 就会产生出相应的 错误的动机态度和行为 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说 如何产生正确的社会知觉啊 我们讲了 又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环环一样扣的啊 客观事物完整印象啊 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完整 如何去全方位的啊 多角度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又回到了我们刚刚才所说的那个 培养你咨询时的思维模式 在你身后的这种理论基础之上 培养起你能够多角度 多维度去看待客观事物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产生了无限趋近于完整的 这样的印象过程 你才能产生正确的社会知觉 才能产生正确的推理判断与解释 才能产生正确的社会动机态度 社会行为 这是对自我 对我们来访者呢 一样 找出它不完整的部分 去弥补啊 去 去弥补啊 去补充它缺失的部分 让它变得完整起来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这样的走下来啊 所以说很多是中性的啊 完整 很简单两个字 做起来很难 但是不完整就会在下面产生天差 然后对再底层的啊 再上层的表现啊 产生更大的偏差行为啊 这就是我们啊 再一次强调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 建立起一个我们咨询师应该有的多角度多维度 去看待 去知觉啊 客观事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啊 才昨天啊 一个幼儿园发了一个视频 一般三四岁的孩子 然后在 在这个 镜头前面去说 我妈妈多大啊 最小的时候 他妈是九岁 最大的会说到 他妈是九十几岁啊 但是没有一个说到 他妈妈真正年龄 因为三四岁的孩子 妈妈应该是二十五 啊 二十五到三十几岁之间吧 应该是二十十岁之间年 没有一个说对的啊 然后拍这样一个视频的 这样的一个人的 他就会认为啊 现在我们家的教育缺失 啊 这个不孝啊 这个不孝顺啊 你看你小孩 他不知道妈妈的年龄 在母亲节 你不知道妈妈的年龄 你最大恶极啊你 这就是看待问题不完整 啊 因为我们之前讲了 我们大脑发育 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三十岁的孩子 对数字才开始啊 刚刚他的 那个按照这个 皮亚杰的这个认知理论啊 以后讲那个 发展心理心理学会讲到啊 那属于一个前运算阶段 还是刚刚对数字产生一个概念 所以对数字后面的单位啊 是三斤还是三岁 是三吨还是三公里 他没有一个清清楚的认知 所以说你问他多大了 因为他常被人怪说啊 你是现在三岁了 三岁了 你两岁半了 你两岁半了 他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我两岁半 一问多大了 他是机械的啊 下意识地回答我两岁半 但他对两岁半 或者是对三岁 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上的认知 那同样他就不会很清晰地 记住别人的年龄 他根本就不知道年龄代表着什么 他也不知道年龄和税之间 这个税这个单位之间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都是很机械地在记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所讲的咨询师的思维 当我们以一个普通人的思维 去看待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也会批评 批评这些孩子 不笑 同样批评他的家长 没有像笑的方面 没有一个像关心母亲的方面 去引导这些孩子 但是但是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理论 这么多基础之后 我们就会以这种完整的方式 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孩子 他就不知道他妈几岁了 是一个正常现象 在这又多说了几句 给大家提个醒 图示 今天讲完了 今天讲的全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环扣一环的 影响社会知觉的主要原因 就是你如何构建一个 完整的社会知觉 认知者的经验 就讲到刚才讲到那小孩的 那些东西了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图示 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 记住知识经验 然后形成网络 人往往是经验主义的 过去的经验会对其未来认识事物的过程 和结果产生影响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外界的刺激 咱在讲那个心理的生理基础的时候 我们讲到过 外界的刺激首先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枕页 然后是顶页 然后前面有个孽页 这三个页是动物页 它掌握的更多是 与我们 我们与动物共同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涅页下面 我们有一个叫新人和友 叫海马体的 这个海马体就是管记忆的 所以说进来以后 我们先把一个记忆提起出来 与它对应起来 与这个新事迹对应起来之后 这个新事迹会在我们记忆当中 找到对应的图示 这个图示既包括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也包括了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和方法 很快的我们就不经过大脑直接的反应 不经过大脑过于严谨的这样的判断 我们就产生了自己的行为 所以说这个下面这个图 这个人往往是经验的 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记忆 经验是什么 就是记忆会对未来认识事物的过程 和结果产生影响 就是说我们会找对应的图示 这种方法会节省我们大脑的 这个使用的功能 和使用的消耗的能量 因为这个大脑使用起来太耗能了 之前会有人说 大脑的功能什么95%没开发 但我不认为这样 我因为大脑的开发已经足够完全了 这样下面有个图 新的事件进来之后 我们先找有没有相应的图示 寻找图示 有 我们产生推理 然后寻找常识记忆 然后找到对 然后去产生 与常识记忆对应的这些反应 如果没有 我们会创造一个新的图示 然后产生推理 然后把它储存到常识记忆当中去 然后同时用这个新图示 去反映一个这样的新事件 所以说呢 这个图示 我们在给 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 在给他们讲一些大道理的时候 我们一定一定要有这个图示的概念 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角度啊 没有图示 你就对这个孩子认知是不完整的 我们讲了很多道理都是这个孩子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他没有一个很清晰对应的图示的时候 他对你所讲的这些道理是没有任何有效反应的啊 有一个视频啊 也是一个视频啊 很清晰的 一个父亲 八点钟回来 还没吃上饭 八点钟到家还没吃上饭 然后他的 正好这天 他的儿子考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成绩 然后这个父亲就跟他去说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八点钟到家还没吃上饭吗 不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学习不好吗 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辛苦的工作啊 然后我才那个那个才能吃上饭 我说我到家非常晚 你现在不好好学习 你以后不又是要像我一样啊 八点钟到家还没吃上饭吗 啊 这个这句话我们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 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那对那一个孩子呢 他说对那个孩子应该九岁到十岁啊 三年级到四年级的那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啊 这样的孩子他没有经历过工作的艰辛啊 也没有知道是赚钱和是很辛苦的 他更不会把学习成绩与工作和赚钱产生一个直接的链接 就是他没有他父亲脑脑的头脑当中的这种图示 所以说他父亲的这种这种说教啊 他父亲因为很有道理 我们作为一个成人听起来也很有道理 但对于那个孩子来说就是云三无照啊 而且啊 不给大家信仰 而且他会可能形成一个虚假的图示啊 他会把这个工作与辛苦相连接起来啊 他以后对就会对工作产生一个为难的情绪啊 那是后话不说了啊 那之后我们再有机会在进行实录探导 那讲到图示的时候就是在说 你与对方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还是完整这个指啊 对方有拥有一个什么样大概的图示 你所讲的这些内容的图示 能不能引起对方的共鸣 能不能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啊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为什么会老同学老同事啊 在几年啊 长时间没见面之后 重新聚到一起的时候 会有一个短暂的非常愉快的过程呢 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经历 他们之间有一些相同的图示啊 而且这些相同图示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他们分离的关系 很多年已经没有被拿出来了 那么突然之间见面以后啊 谈一谈以前的旧事 谈一谈之间 我们之间曾经共同经历的事情的时候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啊 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 图示的主要作用啊 对注意对象的选择啊 与图示有关的信息处于注意力的中心啊 认知者往往会忽略这种情况啊 就刚才我们在讲那个绘画的那个时候 就是啊 如何运用绘画我讲到过啊 那里面有很多你的图示啊 就是因为你的图示 与这个来访者的图示不尽相同 所以说在那个绘画上面 你所解释的 你所注意到的东西 也是与来访者不尽相同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深厚的这样呢 很游刃有余的掌控能力的话 这样不要去用绘画来进行 咨询的一种技术手段啊 影响记忆 个体更愿意记住 对其有意义 或者是以前就知道的东西啊 讲了 刚才讲了两个人啊 这个很久没见了 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短暂的 非常愉快的相土这样的时间啊 这就是啊 记忆的影响啊 影响自我知觉啊 自我图示 图示是以个体 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之上 形成的对自我概括性的认知啊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 其实是在做什么工作啊 心理咨询在做什么工作啊 在做它自我图示的改变啊 图示是什么 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网络 自我图示是什么啊 就是对自我认知和经验的网络 那么我们在影响自我知觉的一个过程 就是主要的 其实这个心理知识很多的时候 就是在影响它的自我知觉 当然我说那句话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我是一个无能的人 我是一个需要被别人看到的人 这些都是自我知觉 它都有一个相应的自我图示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改变它的这种图示 那么过往的经验 经验的基础之上 对自己概括性的认知 经验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这个对自我的认知是什么 是根据这种自我图示形成的 我们是根据自我对自我的认知 而对经验的一种解释解释再解释 但是我们要 这种简单指导一下就行了 我们对自我图示的改变的重点 是对它自我概括性认知的改变 影响对他人的知觉 个体知觉他人往往看见 他想看到的或能看到的 即个体倾向于用图示解释知觉对象 就刚才说的那个爸爸 他感觉他儿子的时候 他用他自己的图示来解释他的儿子 他认为他的儿子能够听懂他的话 他这种认知就是不完整的 当我们有了图示这个概念 我们就会接近完整的这样一个认知 就是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孩子有什么样的图示 说孩子能听得懂的话 说孩子能够理解的话 说孩子能够做到的话 个体选择认知对象会根据兴趣 是不是 是根据兴趣和动机而产生不同 还是那个话 那幅画上面 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所理解的东西 未必就是来访者 他所感兴趣的 或者是他所要表达的 能满足认知者需要和符合 其动机的事物 会成为其注意力中心与认知对象 图示会影响到认知者的情绪 处于积极状态下的认知者倾向 这不对啊 处于积极状态 情绪状态下的认知者 会倾向于给他人赋予积极品质 这个处于消极状态下的认知者 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去知觉他人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你心里有山 你心里有佛 你看什么都是佛 当你心里是死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是死 这个苏氏与佛人还反应的故事 就是这样了 苏氏有一回跟法运他俩去谈佛法 然后法运说 我看你就像一尊佛 然后苏氏说 我看你像一堆死 于是法运就笑了 然后苏氏回家跟他妹妹 苏小妹就是贤妹 说我今天占便宜了 法运说我是佛 我要说它是一堆死 然后苏小妹就说它了 说为什么法运说你是佛 因为他心中是佛 为什么你会说法运是死 因为你心中都是死 就是这样的一个 当我很高兴的时候 我从谁都高兴 当我悲哀的时候 你别人的高兴 我也会给你一个消极的解释 好 这个 那好 这个图示讲完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